我叫黃先生 黃先生 你好你好 黃先生你好 鄭老師 你好 我是 我今天 我看了你們說 那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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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 娘 娘 娘 現在九十五 九十五 六年以後 他才做 兩個休息 說他們一本 七八二年 三十八 七五年 三十二年以後 那 二十五年以後 五五年以後 五十九九 五年以後 那幾年以後 五十九九 五十九 九九九 沒六年 四十五年以後 不然我們爸有藝術問 他說什麼 你可能是要再想太多 還是你這兒子要去看 都要拿錢拿錢 其實這麼多人 其實我們爸都沒什麼擔心 九擔心它就擔農報就好 怎麼沒有擔農報 它就是都沒有了 結果有些什麼管道去找也都找不到 結果它也是九十歲 還有無財無散 還有人家也不說很厲害 也是在賺多三萬而已 結果它含三千塊就沒人這樣 是 這樣 好 黃先生多謝 來 高雄朱先生 朱先生 你好 陳鴻宜大哥 你好 各位先生 很久沒有大家 很久沒有腳踏 是 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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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鄭麗雲都說 超級對於族群 我沒有 我有先邊就不說 我也看著我們 你也要有一個肢力資訊 說 我們叫 家,家對岸 來不好意思 我才說 有請主人 他們可以拖餘了 已經退休了,他現在有3千塊的消息 他說他就是賺客信買票 他告訴他還要買票 反正... 他已經沒有這樣 他說你過去的縱額還要一半的縱額 因為你前來五十萬 現在國民的領域給你五十萬 一個月到三千塊分 就算了 對啦 那我叫做亞中山也打越難過 不想亞中山也分得去買票 好 繼續來台中 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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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各位來致敬大家 我是做一個大二生意的 我是市場探討人頭 我看中間在這個地方 大概我 那個農民 他們大概兩個夫妻一個月就靠那個老農年金 那一萬多塊的生活 我看生活也都是很辛苦 過得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 比那些農民 老人金貸 現在一些 我所主導的南投線那邊 還有一些 老農的 他們的年金 他們的收入一個月大概 現在老人金貸才有三千塊 老農金貸有六千塊 那個比例有差一半 所以那個老人更可憐 所以我是建議 這個七塊應該要多加一點 公教人員 農民 還有一些老農 最可憐的還是那些老人 他們只有三千塊 我還是建議國民黨 民進黨做一些 老人做一個七塊 應該多多照顧 我建議出在這邊 謝謝 苗栗張先生 張先生 張先生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母語是客家話 沒關係 我現在說百財 我認為這個社會保險的東西 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那應該就是說 像老公 或是國民年金 或是農民那一邊 應該要逐步的提高 而且我建議就是說 下一個會期立法院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修法 就是說 他假設 軍公教那一部分 根本他的給付 包含18%那一部分 如果超過那個 如果超過基本工資的那種額度的話 根本就不應該再享受其他的給付 沒錯 不然人家勞工做了鑰匙 一個月 一個月賺不了多少錢 他還可以多領一筆 多麼舒服 這造成我們所謂的階級對立 對不對 對 那我的建議到此為止 好 張先生謝謝 來 淡水張先生 張先生 你好 張先生你好 我想 我就是剛剛的佛教授所提的這個 專修班那一群人 五十七年進去 到七十一年退伍 但是那時候領了一個就是一次退的金額 那因為要 當時要保國民年金的時候 是被退的 他是說你有領軍保 所以不能再加國民年金的保險 至於現在什麼都沒有保 而且七十一年退伍的時候 他也沒有所謂輔導就業 讓你從年輕在軍中一直到中年退下來 人員在社會上就位就很困難 就是這樣 那張先生 是 你專修班五十七年進去 五十七年是進到市校 然後六十一年的時候進軍 那個軍官學校出來這樣子 我被請教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已經五十八五十九了 五十八五十九嗎 對 第一個 我的看法就是說 你當然可以保國民年金 那現在開始要繳保費 繳到六十五歲 可能可以領 但是我認為既然是軍人 就有軍公教的系統 不應該用國民年金的系統 好 這是我的看法 好不好 來 接下來是這個盧州的葉先生 葉先生 你好 葉先生 喂 你好 葉先生 鄭先生 你好 你好 各位前輩大家好 是 請說 還記不記得之前那個郵局 聽說頒了多少錢 四條的款式多少 探納那個 吳國董 阿伯他講的 一句話就是說 黑龍世道 你看現在也 中心又開始用這個佈索來 你使用 我們人民所立的錢 所叫的錢 叫多存的錢 你看現在 去 去 東海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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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高雄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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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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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必要之後我覺得我應該要出來要參加那種抗議活動 然後表達我們的心聲 李建你幾歲 我是希望說看民進黨組織一下 然後我就會來講應 李建你今年幾歲 我48歲 48歲 對 所以你真的要領到是17年後 對啊 沒有啦 現在已經開始有人幫你領了 還有希望 有人幫我畫 對 李建謝謝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